北冥有声 我父母真的被杀害 被阻入医院 恐怕不会只派来一位最弱的凶人 来回生命台 接下来 我要做的 就是找到我的父母 还有 陈哥从口袋里 拿出黑色手机 弄清楚这手机的所有秘密 自陈哥离开黑五世界之后 黑色手机就不断震动 似乎是连续收到了许多条信息 滑动屏幕 陈哥就坐在废窃隧道里 看了起来 幸运的红衣眷顾者 恭喜你完成四星试点任务 明台 任务完成度80% 获得额外奖励 寒江变态图鉴 寒江变态图鉴 特殊物品 你所见过的所有变态 都被收入其中 这本图鉴有多可怕 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阅历 最高难度 可选任务 就熟已完成 解锁特殊建筑 九红小区 黑雾的世界 九红小区 维摩最为庞大的特殊建筑 明台代替你 成为了第九个孩子 九红小区里 重现了明台过去的记忆 他一直在迎着 所有进入小区的人 你是选择救赎 还是选择被他拖入深渊 陈哥看到这里的时候 稍微停顿了一下 他完成通灵鬼校最高难度任务时 也获得了特殊建筑奖励 红衣画室 那个画室里 蕴藏着红衣留下的十三幅画 非常的恐怖 现在他完成了明台任务 又获得了新的特殊建筑 这个建筑和明台有关 黑色手机还特别标注了 黑五世界 种种特殊之处 让诚哥留意 他不得不小心 毕竟明台可是凶神 看来 在线游客开放之前 我还是自己先进去 好好体验一下比较保险 点开下一条未读信息 诚哥开始继续往下看 格选任务 将明已完成 归尔天赋得到大幅加强 解锁全新场景 静谧之家 可选任务 应同已完成 阴同天赋得到大幅增强 解锁全新场景 暗楼 可选任务 于剑已完成 张牙好感度增加 解锁全新场景 诡剑 可选任务 无声已完成 获得特殊道具 纸皮诗套装 解锁全新场景 无颜小镇 纸皮诗套装 午夜凌晨 你会在无颜小镇中 看到这样一个人 他全身被厚厚的布料包裹 他的外衣 由不同的布料缝合而成 就像他的皮肤一样 可选任务 向暖已完成 你的身体注入了新的火力 你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解锁全新场景 死亡工具 可选任务 方语已完成 解锁全新场景 白色孤儿院 另外 你将获得一个 关于自己记忆的提示 这个提示 只有一句话 但是对你来说 却非常的重要 记忆的提示 如果有一天 你将忘记所有 你希望最后一个忘掉的是什么 抓紧它 它将带你找回 真正的自己 可选任务 柳文已完成 解锁全新场景 怪未无 可选任务 念心已完成 解锁全新场景 我的心房 所有被明台选中的孩子 都代表了一个支线 这些场景 全部融合在一起 才是真正的明台场景 让诚哥有些意外的是 虽然柳文和聂心的任务 他没有完成 但是那两个孩子 代表的场景 也正常解锁了 只不过没有额外的奖励而已 四星试炼任务的奖励 极为丰富 诚哥方看了很久 还没有看完 幸运的红衣眷顾者 明台试炼任务 完成度达到80% 幸运的红衣眷顾者 恭喜你成功解锁 四星恐怖场景 明台 该场景 有九个普通场景 和一个 隐藏场景组合 在开放前 经仔细检查 注意 你拥有两个四星恐怖场景 恐怖物 将由战力尼沟 升级为绝望乐园 破坚将于明天午夜晚成 幸运的红衣眷顾者 恭喜你 将恐怖物升级为绝望乐园 你将获得特殊建筑奖秘 救赎之门 救赎之门 极西有唯一特殊建筑 最美的意外 隐藏在最深的绝望当中 这扇救赎之门 隐藏在绝望乐园的某一个地方 推开它 你将明白 救赎之争的含义 四星失恋任务的奖励 要比三星任务多很多 诚哥也是看了好久才看完 他将所有信息 全都借在了脑海里 黑色手机说得很笼统 这些奖励 具体是什么 我还要亲自回去看看才行 手指滑过那一条条信息 诚哥看着那么多心解锁的场景 发自内心的感叹 这下游客们有眼福了 凶肾营造的恐怖氛围 只需要几十块钱 就能体验到简直血转 恐怖屋已经不断升级为绝望乐园 整体恐怖感在不断地提升 越发地真实 有时候诚哥都感觉自己 仿佛回到了门后 或许等恐怖升级到最后 有可能会模糊门内门外两个世界 成为生于死中间的驿站 收起黑色手机 诚哥也稍微恢复了一点力气 他看向四周 红色高跟鞋恢复了之前的样子 被绷带缠绕的他正盯着 倒挂在隧道顶部的巨型蜘蛛 隧道女鬼的儿子 浑身缠绕着蛛丝和血丝 他体内的那扇门 似乎不能随便打开 跟随诚哥进入黑雾世界中的 所有红衣中 反而是隧道女鬼的儿子 受伤最重 离开那边黑雾世界 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诚哥尝试着和隧道女鬼的儿子沟通 可惜对方并不想大力诚哥 正在全力清除体内的诅咒和黑雾 明太虽然被干掉了 但是我从无敛医生那里 又得知了另外一个不好的消息 比明太更可怕的医院 已经可以随意进出寒假 你现在状态这么长 万一被他们找上门来 可以说是实死无伤 不如 诚哥沉吟片刻 你先跟着我 把伤彻底养好以后再回来 隧道女鬼的儿子挂在洞里 他隐约觉得 诚哥的话有些耳熟 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隧道里原本积累下的那些梦境 大多已经消散 你这里现在太不安全 正是最薄弱的时候 诚哥望着头顶的大蜘蛛 你帮我干掉了明太 你身上的伤也是因为我导致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我鬼屋里有非常擅长驱散诅咒的红衣 它会帮你治疗 等你身体完全恢复之后 再回来也不迟 等你到了我的鬼屋 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待遇 或许还能给你留下一线很美好的回忆 诚哥的话非常诚恳 也听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故事 似乎是为了帮助诚哥增加说服力 红色高跟鞋伸手按住了蜘蛛的一条不足 仅仅只过了十几秒钟 就黑雾从蜘蛛腿上一散出来 隧道女鬼儿子的状态明显好了一心 思考了很久 隧道女鬼的儿子决定给诚哥这个报恩的机会 他光靠自己恢复的话 确实太满了 这孩子如此的信任我 我也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诚哥看着重新爬回自己后背的巨型蜘蛛 体内拥有一扇门 这天赋简直是一张王牌 如果没有他 这次我说不定 就再也无法从黑雾世界里出来了 诚哥想要留下隧道女鬼的儿子 比起冰冷阴森的白龙洞隧道 诚哥觉得自己的恐怖屋要更好一些 至少不用伤害别人 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负面情绪 现在知道隧道女鬼儿子天赋的人 除了我的员工们外 剩下的要不已经魂飞魄散 要不就是被永远留在了黑雾世界 也就是说 这张底牌还没有保隆 以后在对付被阻折医院时 说不定还能派上大用场 提着背包 诚哥领着白猫走出了白龙洞隧道 阳光洒在他的身上 久违的暖意让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你在门后 是不是又乱吃什么东西了 怎么感觉你又变胖了 早上八点五十 诚哥回到新世纪乐园 此时游客们已经在乐园外面排起了长盾 其中大部分都是冲着诚哥的恐怖窝而来的 眼看着游客越来越多 诚哥这个拿着鬼窝钥匙的人却不出现 徐叔徐婉他们都急得想要报警去找诚哥了 不好意思啊 手机没电了 我昨晚走得比较匆忙 诚哥一边道歉 一边赶紧打开鬼窝安全门 他昨晚走的时候 把能带走的厉鬼全部带走了 此时鬼窝里只剩下了一些指命 你没事就好 比起生意 包括徐叔在内的所有人更担心的是诚哥 他们也都发现诚哥前一段时间的状态很差 进入鬼屋 诚哥先让徐婉他们去化妆间 自己则换出颜大宁和老周 让他们拿着漫画册把所有员工放回他们自己的岗位